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8月25日星期五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艾尔 今早有光大政券国际政券策律师 吴礼言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各位观众早晨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五会演说 她说话之前市场都有反应 就是美债息升上来 美股反复受额 导致收市跌超过300点 纳资下差跌近2% 至于恒指期跌至144点 当然大家都会关注美团与网易业绩之后的表现 稍后会找Kenny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最新的市况如何看 以至于一些焦点股份业绩之后的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导致低开之后一度转升超过200点 但很快就回落 由晶片对头NVIDIA业绩推动的市场 落观情水逐渐消退 焦点转移到联署局主席鲍威尔 星期五将会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演讲 导致星期四的短力扩大了跌势 10年期尾债息升至4.25厘 导致收跌373点 报新卖4,099点 纳指跌257点 报13,463点 标指跌59点 报4,376点 美汇指数升0.6% 去到104.2 而日元跌了大约0.7% 我们看看焦点美股 NVIDIA业绩之后 股价创造新高曾经升超过6% 去到502.66美元 收市升幅收窄到0.1% 卖报471.74美元 Tesla跌2.9% 苹果、Meta、Google和亚马逊 都跌大约2% 看着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网易业绩差过预期 股价比本港收市跌6% 至算布154.64美元 美团跌近1% 至算布138.77美元 腾讯ADR至算布321.46美元 比本港收市跌1.2美元 亚里百度和京东都跌超过2% 匯公共股ADR至算布58.9美元 比本港收市价位升0.1美元 友邦建厂和比亚迪跌超过1% 接下来看看今早外国最新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回稳 34199点升59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了1.5% 疫情平均指数报31782点跌505点 而南韩市跌0.8% 澳洲市跌1% 新西兰跌0.4%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旗的情况 如是今早的港股初段 可能要先挨沽 黑旗跌近156点 先和Kenny聊聊外围的情况 联署局Jackson Ho全球央行年会 星期四就开落了 但当然大家的焦点就落在香港时间 今晚应该大约10点 联署局主席鲍威尔会发表演说 究竟会不会就着迷惑的前景 有一个暗示 其实在鲍威尔演说之前 有些联署官员发表了对利率前景的提法 我自其中 今年拥有投票权的费城 联署银行总裁哈克就说 他觉得联署局的加息行动 可能也够了 他预料今年剩下的时间不会再加息 因为利率处于对经济有足够限制性的水平 并且他都相信通胀将会回落 至于另外一位 波士顿联署银行行长 奥林斯就说 美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保持紧缩的利率 他认为现在就着减息的时机 发出一个明确信号 都是维持过早的 并没有真正看到经济明显放缓 今晚当然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主席 鲍威尔怎样说 你自己怎样看 言论会是偏英的偏格 对市场解读的情绪影响有多大? 我认为市场对目前 这些因素相对比较关注一点 只不过从近段时间 包括了美国一些官员 甚至是联署局的官员 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话 其实近一段时间 官员是偏向于鷹派多一点的 这个亦都为什么 现在说在利率期货市场 说未来 虽然现在大致上 就是看回利率期货 就是说未来加息 是7月份 就是最后一次 其实机会是大的 但现在市场 就是说9月份 甚至11月份 其实加息的概率 也在增加中 我相信是与市场 对于未来一些经济前期的变化 是有关的 同时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国债资息率 也都近段时间 升上一个近月偏高的水平 也都反映着投资者 对于未来一个利率的预期 现在也有一个向上的情况 我相信这些市场的数据 也都反映着 在Jackson Hill即将开始 连续局讲话之前 大家有机会是会 憧憬着他说的 都会偏向要鷹派多一点的 再加上近段时间 包括了欧洲 甚至乎在英国那方面 见到在一个通胀 以及见到在利率方面 大家未来都仍然预期 有一个继续向上的情况 变相环球在一个 经济密切相关联系之下 对于美国未来的货币利率 我想大家也都未至于 这么快看得会不会 即时会停止 甚至现在有些官员 还会觉得 就算说明年也好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这么快 真的有机会 这么快进入一个减息的周期 这个自然对美股的市况 会产生比较大一点点的影响 见到近期美股的回落的态势 相对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虽然近段时间 包括有一些业绩 变得相对比较优异 但是似乎好像未为美股 带来太多一些利好的因素 昨天三大美股指数 都用了一个短线的下跌 同时在技术指标方面 就是昨天的下跌 其实在形态方面 对于美股短期的走势 亦都带来一个 比较负面一点的影响 基本上三大指数 经历了昨天一个日期线之后 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 破头穿脚的走势 变成短线预视着 短日期来看的话 大事仍然一个向下的调整 我想对于美股来说 可能都有机会 仍然变得比较波动一点点 如果投资者真的希望可以 部署美股 不妨等这个周末过去了 静待下一个礼拜 看看环境如何才能再作部署 我觉得也不像 是 看好一些 今晚就可能会写中 究竟这个走向会是怎么样 港股方面可能 看的因素还有其他 最近大家都怕 究竟市况是否一路转弱 总之都有些反弹 我们先总结一下 上日港股的表现 接着就问Kennie 怎么看港股市况 看到港股昨天 都可以连升第三天 恒指都可以重上 1800点关口 昨天高开146点 向上 下午之后曾经升427点 高卫健18272点 恒指升366点 收报18212点 成交1015亿 多指升3.7% 报4158点 美团业职前升7% 腾讯和阿里升2% 快手升5% 若明生物业绩之后升超过8% 友邦逆市偏远跌大约0.4% 碧桂圆和碧伏就弹升一成 看看北水盘罗 马北水就连续第四天吸支 昨天吸支44亿5千万 个股方面 派业绩的美团 获得最多的淨流入 全日吸支9亿1千万 快手吸支6亿9千万 安踏都吸支5亿1千万 个股淨流出方面 南亚东方因选走支1亿7千万 腾讯和小米分别租淨沽出大约1千万 接着继续和Kenny谈谈港股 港股我刚才说到 很害怕它会一直跌下去 足之有个连续三日的反弹 昨天可以站稳到1.8万 但当然刚才也知道 黑旗也在跌 因为外围都气氛麻麻 暂时可能今早初段都会挨挨打 但究竟之前的低位是最低的 有没有支持见底味呢 港股连接的走势我们怎么判断呢 看见港股连跌7日之后 最近三日有一个反弹在 但似乎反弹的势头就不算是很强劲的 其实我相信投资者在反弹完之后 我想大家的信心都仍然是未完全恢复了 包括了前段时间在港股跌下来的时候 我发觉大家就比较少问了股票的问题 反而这几天有多投资者问的 但他们问的问题通常就说 我们价值三天左右可以离场了吗 变上我觉得现在市场 可能信心都仍然是比较欠缺的 同时从成交来看的话 也都是百百多亿 也不是完全可以令到大市 去到一个持续上升的成交水平 我相信后市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港股基本面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的数据面方面 暂时看到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在内地经济数据方面 而在消息面方面 我想市场仍然在看内地会否准备一步出招 看看会否放回一些大招 去支持一些经济的 其实虽然近段市况 就不算表现得太出众 但如果看回一些中资献商股 其实这段时间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强势 特别是A股的表现 我想这个亦都是反映着市场 对于未来在活躍资本市场 会否再重点获一些功夫 包括会否减人花税等等 所以我相信如果在内地 未有太多的刺激政策出来的时候 可能港股都未必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在这里 反而如果真的有机会出一些招数的话 我相信港股短线的反弹 都会带来一定的利好在这里 在后市方面 我的投资者不妨重点关注 两个整数的关口位 一个是18,000点 一个是19,000点 为什么说这两个水平位呢 因为18,000点 我们知道在前期跌穿18,000点之前 其实18,044点 就是港股本身在西洋半年低位 虽然现在跌穿了 但是看到昨天反弹 就重新站稳在18,000点 但是可不可以站稳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站稳了的话 就代表前期大概 凭止去到17,500点附近 有机会是近日时间的一个底部 反而如果真的守不稳18,000点的话 变相又要再向下市17,500点 整个大市下行趋势的底部 究竟去到哪里呢 不明浪性就会增加了 第二点为什么要看19,000点呢 因为去年10月底 恒指见到14,597点 见到建底以来就一直反弹 形成一个比较大型的上升轨 这些上升轨的底部 在这一轮的跌浪当中就跌穿了 如果恒指要回到这个升浪的上升轨之中 就要重新站稳在19,000点 才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对港股简单用一句说话来概括 就是说如果港股要走得比较平均的话 就要守稳18,000点 但是如果要重新恢复一个上升的动力的话 就只需要站在19,000点之上 再加上由19,000点跌下来 我们见到恒指有很多个跳空裂口 暂时有几个都未能补得到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一天未补得到这些跳空裂口 以及未重新上升到19,000点之前 我觉得大肆始终以技术反弹为主 始终近段时间 大肆是短线指标 其实有一个超慢的现象在 如果说的是没有太大的理好政策之下 我有点担心港股在技术反弹完之后 有机会再度修约的 所以短线我更加是看重到18,000点的防守力度 请不吝点赞订阅